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要翻山越岭 走上四五个小时 而在北盘江大桥建立以后 仅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抵达 这大大节省两岸人民的时间 但这样的地方建桥又谈何容易呢 建造上稍有差池 脚下就是深渊 同时该地区的山基本上属于喀斯特地貌 结构松脆 为避免施工期间发生危险 设计师不得不将桥选址往高的山上移 最终选择了现在的位置 2013年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正式开工 历时三年多 于2016年12月29日正式通车 完成了这一旷式巨作 不管有多么困难 我们中国的建筑工人都没有退缩 经过艰苦奋斗 终于有了这样一座世界最高的大桥 对于这座世界第一高桥的建立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Youtube 感谢观看